坐過那個令韻郎雅,他怎麼都猜不到吳國大軍這麼快來到,嚇到雲拍都不齊,只一打探,吳國大軍在陸路行軍來的,船隻通通留在淮水那裡, 那郎雅才定下臣,吳兵雖則勢大,他沒有船隻,一下子就不是那麼容易過江, 郎雅一方面就加派大軍防守江邊,另外就立刻派人飛馬回去京城求救,楚超王知道吳國大軍已經到達漢水,也十分驚恐, 立刻召集大臣來商議,楚超王的弟弟公子申,就對楚超王說,郎雅不是大將之才來的,大王不如立刻派司馬審運事,統領大軍前往守越漢水,千萬不能讓吳國大軍過江,吳軍遠到而來,一定不支持得很久,到時他自然就會退兵, 楚超王就立刻派司馬審運事,帶一萬五千精兵,去幫助令運來守漢水, 那郎雅有救兵,又見到司馬審運事,親自領兵前來,甚至才定下來,各位還記得嗎,這位審運事呢,就是當年勸郎雅殺了被無極的,此人為人終直,善於行軍打仗,是楚國一個難得的將才來的, 他來到之後就問郎雅,為何吳國大軍會這麼快攻到來呢,郎雅就說, 哦,他們將船隻留在淮水那邊,運綠路來,故此來得這麼快, 什麼說,運綠路來的,哈哈,人人都說宣武用兵如臣,天下無敵,算子兵發神機妙說,原來不過如此,照我看,宣武徒有其名而已, 哎呀,司馬,千奇米大意呀,宣武足智多謀,五子雖勇勇猛過人,不可輕敵,不可輕敵呀, 哎,靈魂放心,這回宣武貪圖快捷,捨棄長處,本來吳國最擅長打水戰的,如今他棄州登岸,萬日打敗了,就連退路都沒有了, 這樣,我現在留五千軍馬給令雲,令雲千萬不要出戰,只要沿著江邊嚴密防守,將所有的民間船隻通通扣在江邊,再派幾隻戰船沿江巡查,防止吳國搶船強度過江, 我呢,親自帶一萬軍馬,抄小路去懷水,將吳國留在那裡的船隻通通燒光,截斷他的退路,那時候,令雲在渡江出擊,我在背後攻上來,前後夾攻, 呵呵,這樣算無水綠路路斷,守美受敵,連吳王俠類,也都死在我們手上啊。 狼牙聽見敢說,喚起到站起來說,司馬高見,老夫望塵莫及,一切就靠司馬調度啦。 那時候,沈穩樹就立刻留一個大將,武城黑,叫他帶五千軍馬來幫助令雲守漢水,自己呢,就統領一萬精兵, 起程去懷水那裡,去截斷宣武的龜佬,沈穩樹帶大軍出發之後呢, 吳楚兩軍就隔著汗水,兩軍相馳,一年幾日都沒有到洞正,沈穩樹帶來那位將軍武城黑呢? 哈,這個人是貪功無盡,又想討好令雲來升官發財。 他又對狼牙說,吳國兵將本來只是會坐船打水戰而已,打陸戰他不在行的, 何況他來到我們楚國,地理不熟,現在在江邊逗留了那麼久,進退不得,軍心一定不穩。 令雲,如果我們突然渡江,從陸上攻他,一定可以打敗他。 對,狼牙有個將軍,狼牙十分重信,這個人叫做史王。 史王就靜靜對狼牙說,令雲,今天楚國人擁戴令雲的人少,擁戴司馬的人多, 現在司馬親自帶兵,去燒吳國的兵船,截斷吳軍的退路。 將來,破吳的大功拒佔第一,靈魂官職最高,名氣最大。 但是女士出兵都不利,如今又將打敗吳國的大功讓給司馬, 那靈魂還何以復百官呢? 不用多久,司馬就一定會代了靈魂的職位, 不如就聽從毛將軍的繼謀,渡過漢江,和吳軍決一勝負, 這才是相賊,那個狼牙想起來也是,這件事牽涉到自己的烏沙帽。 他就全下號令,大軍渡江一過漢水,就駐紮在小別山那裡, 報城鎮西,準備向吳軍來進攻。 那位將軍史王就想立頭宮,他親自帶領大軍去打頭陣。 吳國這邊,那個孫母見到狼牙過江,真是求之不得。 立刻就吩咐先鋒公子扶蓋,如此如此,借搬借搬, 扶蓋就照辦了。 好了,兩軍對陣,錯過那邊, 就欺負吳國人,又不會一陸地行兵打仗。 刀槍劍擊,排列都整整有條,看似揚威耀武。 吳國那邊,是無聲無氣的,忽然間見到三百武士, 個個披頭散發,又不是拿刀,又不是拿長矛。 每人托著一條大蠶,那條蠶足足有象幾義象搶, 喂,哪是打仗的,好像棄屋一樣。 機無對應又無陣發,爛爛散散三五成群。 錯過的將軍史王一見,這個樣子就笑起來, 哈哈,到槍也不懂得學人打仗。 就下令兵車走在前面開路,後面的軍事跟著衝上來。 誰知道吳國這三百名勇士, 個個經過訓練的,個個歷大無窮, 那條大蠶,一摸上來就像大風車一樣。 扮落馬,馬腳都打斷,掃落兵車的算, 連人都搏了下車。 坐軍就估不到這樣打法的嘛, 一下子操守不及的兵車就被他打到亂了, 後面那人跟著衝上來的軍事就更慘了。 大刀長矛就沒有內疚人那條大蠶牆的嘛, 嘿,被他打到七零八落大拜二土, 靈魂狼雅就找了個屎王來罵, 你叫老夫道江, 誰知道一出師就不理, 你還有什麼面目來見我? 屎王就說, 這事不為一時大意, 被他打亂了陣腳, 吾兵得勝, 他必然安枕無憂。 靈魂, 不如再派一萬精兵給小將, 今晚出其不意, 去攻擊吾王的大影, 連吾王俠雷都捉了他。 那個狼雅一聽, 咦? 如果連吾王俠雷都捉了, 那這個功勞就大了, 不如自己親自出馬了。 那個狼雅就帶一萬精兵, 下令先飽餐一頓, 就準備夜襲吾國的大影。 那再講吾國那邊, 公子乎蓋打了個大勝仗, 就慶高采烈在那裡慶功。 孫武就說, 今天楚國雖然打敗了, 但實在沒有受到幾大損傷, 必定不服氣。 那個靈魂郎雅貪功無盡, 又是個無能之輩。 他今晚一定會來偷襲大營, 你們要做好準備。 接著孫武就下令, 叫附蓋帶領大軍, 埋伏在大別山左右, 任由楚軍攻進去, 不准亂動, 要聽號角一響, 然後才出擊。 接著又派唐國, 塞國的軍馬, 分成兩路接應。 又下令, 吳子衰, 帶領軍馬抄小路去小別山, 劫狼雅的大債。 派公子山, 帶玉林軍馬, 保護著吳王俠雷, 馬上就搬去漢陽山那裡, 離開戰場遠一點, 以免吳王受驚擾。 在大別山上的吳國大營, 照舊插滿了軍旗, 留了幾百個老弱殘出, 在打耕巡營, 毫令元不克, 一切行動。 那晚, 三更時分, 楚國令韻狼雅, 就果然帶領一萬精兵, 從山後邊爬上來, 真是無到戒備, 他一直攻入大營, 軍事齊聲納喊, 要捉住吳王俠女, 誰知道進到一體, 凶狂狂人影沒有過, 狼雅知道眾計立即全令退兵, 那時候浩國聲響, 覆蓋帶領大軍衝殺入來, 各位靈魂狼雅, 平日敲渣勒索, 膽大包天, 打仗上來膽小如鼠, 一見到眾計, 就慌亡逃跑, 一萬士兵已經不見了三成了, 等他走出大營, 剛剛想停下來休息一下, 一聲鼓響, 突然左邊衝出一路大軍, 帶頭的是唐國國軍, 大聲一喊, 還分兩匹寶馬給我, 我就免你一死, 狼雅就見撞著這個冤家對頭, 快點帶著人馬向右邊逃跑, 走沒幾步腳, 又一路軍馬接著去路, 原來是塞國國軍, 坐在兵車上, 指著狼雅大聲罵, 你這個卑鄙無恥貪德無厭的老賊, 你快點把揚枝白玉配, 和那件皮皮給我, 狼雅被他這樣罵, 真是又醜又生氣, 又慌又怕進退不得, 正在危急之際, 好在劉守江邊的大將, 霧城黑帶著五千人馬來救英, 復戰一番才救了狼雅出去, 快點想趕回小別山大營, 將近回到迎面走來幾個守寨的小卒, 哎呀, 不得了了, 大營被五指衰佔了, 狼雅就驚到腳都軟了, 使王就快點扶他上馬車, 帶著一群殘兵敗, 就向後方逃走, 一口氣走到天亮, 先到了柏舉的地方, 見到已經離開險境, 才敢停下來呼一口氣, 就在柏舉那裡設立大營, 來收留逃兵, 那時候, 狼雅都已經驚到六神無主, 就想放棄大營, 帶著敗兵走回京城, 那個將軍屎王又勸著他, 靈魂不能走, 靈魂帶領大軍來抵擋吳國, 已經接連失利, 如果現在又連大營都調起來, 走回京都, 那吳國大軍一過漢水, 我們就無險可守, 吳軍就可以直入京城, 那時候靈魂最責難逃, 不如盡力決一死戰, 就算死於沙場, 也搏得流明後世, 是呀, 狼雅正在愁處不決, 抵下來報, 說楚王派大軍來接應, 狼雅就立刻出營去迎接, 原來呢, 楚超王也知道孫武和五子衰厲害, 就怕被他們過漢水就不得了, 故此呢, 就派了大將軍韋爺, 統領一萬精兵來接應, 那韋爺就問起,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狼狽呢? 狼雅呢, 只好把前前後後的事說出來, 大將軍韋爺就說, 唉, 如果早聽司馬的主張, 就不止於今天地步了, 現在唯有死守著這裏, 不讓吳國的大軍過江, 等司馬大軍回到黎然, 才前後夾攻, 這樣才可以打敗孫武, 怎知那個令雲郎雅呢, 因為自己觀高為尊, 接連打敗仗, 搞到難以下台, 現在呢, 他是想打一場勝仗來彌補一下, 他就說, 老夫只是因為兄弟, 吳聽下面的繼謀, 一下子急於求勝, 半夜去劫刑, 所以才被吳子衰偷襲, 這些不過是一時疏忽, 如果兩軍對陣, 吳兵哪裏是我們楚軍對手呢, 現在將軍來得對, 將軍統領的大軍士氣旺盛, 不如我們就合兵一處, 和他決一死戰, 那位將軍偉爺呢, 明知道令雲不懂打仗嘛, 幾萬精兵, 都已經被他不見了一大半去了, 如果現在連自己這一萬人馬, 再拿來冒險, 到時再打敗, 那楚國就連京城都難保了, 故此, 惟爺就不肯了, 這兩個人呢, 一個就似著自己身為令雲, 看不起將軍惟爺, 另一個呢, 又明知這個令雲無能, 又不肯陪他死, 兩個人就各顧各, 各自立形仔, 大家相隔十幾里路, 各自為政, 那吳國先鋒, 公子附蓋, 見到楚國將相不和, 就請求出兵去夜襲, 但是吳王俠雷呢, 就怕他夜襲敵營危險, 想保住自己弟弟的安全, 就不准他去, 附蓋又不服氣, 又似著自己是大王的弟弟, 哈, 他親自帶五千人馬, 眉天光就去偷襲狼雅的大型, 又被他撞正, 狼雅真是毫無戒備, 一下子被他扶蓋攻進去, 楚國那些軍事呢, 因為已經接連打了幾場敗仗, 所以事無鬥之, 當場就亂了, 那吳國這邊呢? 孫武就知道公子附蓋, 親自帶人去攻打狼雅, 就怕萬一有失, 也都派著大軍來接應, 這樣就變成內外夾攻, 狼雅就怕連兵車都來不及坐, 帶著幾個隨從, 狼狽逃命, 剛剛走出大型, 就被吳國追兵一斬射過來, 就射正肩膊, 好在那位將軍史王趕到來, 他就把自己的兵車讓給狼雅坐, 史王拿起劃擊, 帶著人馬衝入吳國軍中, 左衝右突, 打到筋皮力券, 賤死沙場, 狼雅就趁這個機會走掉了, 那個狼雅, 他自己是統領三軍的, 現在呢, 他自己撿回一條命, 他就不理那麼多, 帶著幾個人, 就走了去鄭國避難, 那楚國軍中無大仗, 自己就已經亂了, 那位將軍無誠黑呢, 也都被吳兵殺了, 那在另一邊集營, 那位大將軍韋爺呢, 他就帶著兒子韋賢一起來的, 那韋賢見到令運那邊打敗仗, 就想帶兵去救, 大將軍韋爺就嚇著兒子, 不准他, 現在救抑救不了, 到時連我們都沒有, 韋爺就親自拿著寶劍, 站在大營前面, 下令三軍不准亂動, 為令者斬, 那吳國那邊呢, 見到這個韋爺這麼沉著, 也不敢來攻他, 靈魂那邊走掉了那些殘兵敗出, 就紛紛走了來韋爺的大營, 一夜之間呢, 就收留了幾千人, 那韋爺呢, 見到吳軍來勢這麼猛, 知道硬打不行的了, 不如就保存實力好了, 他就立刻下令全軍拔寨起程, 趕回去守衛京城, 韋爺呢, 就叫他自己的兒子韋爺來打先鋒, 他自己呢, 帶領軍馬押後, 一邊打一邊退, 吳國這邊呢, 公子乎蓋, 知道韋爺要撤退了, 就帶著大隊人馬押後, 追著來了, 一直追到河邊, 那楚國這邊呢, 正在搜集船隻, 準備過江, 那吳國那邊的將軍, 就準備下令攻上去截斷楚軍的退路, 公子乎蓋下令, 不准進攻, 那些部下就奇怪就問他, 現在再不攻他, 遲些楚軍就過了江了, 我們如果現在進攻他, 就逼得他太急, 困獸猶斗, 他一定在河邊盼死來抵抗, 不如就等他一部分人上了船, 然後我們就親世攻他, 上了船的, 走都走不及了, 未上船的, 就顧著爭上船, 哪裏還有人肯死打的, 那就一定能夠時半功倍, 乎蓋立即下令, 退兵二十里路安迎, 那時候呢, 吳王俠雷和孫武, 也統領大軍趕到, 吳王俠雷聽到乎蓋這樣的繼謀, 十分歡喜, 就對吳王俠雷說, 跨人有個弟弟這麼本事, 何愁不能打敗楚國啊, 吳王俠雷就對合雷說, 大王, 吳蓋這個人, 好大喜功, 此財傲默, 而且性情凶狠, 雖然他勇猛善戰, 大王, 千萬不要重用他, 要不然, 將來他會連累大王啊, 合雷就不以為然, 還有些責怪五子衰, 以為五子衰, 妒忌乎蓋的功勞, 那現在再說回楚國這邊, 大將軍偉爺, 見到公子乎蓋追著來, 就剛剛準備列陣認敵, 又見到吳兵後退二十里, 他就想, 哦, 一定他知道我們會全力死戰, 故事不敢追來, 偉爺就下令, 加緊去找船, 半夜吃飯, 一早就上船過江, 但是一早, 就剛剛開始下船, 突然吳國大軍四面殺到, 楚國的大軍, 有些已經上了船了, 上了船的那些, 就移得快點走了, 未上船的那些, 真是爭船恐後, 要搶著上船, 那誰敢留在後邊, 來死打才行呢? 大將軍偉爺, 雖然親自坐鎮, 唉, 都已經沒辦法收拾殘局了, 一下子就被吳國大軍, 將渡江的渡口風雨, 搶走那些未開的船隻, 為爺這萬幾精兵, 一下子就打散了, 被吳軍殺的殺, 逐的逐, 就不見了一半, 剩下半殘兵敗出, 就只好向陸地逃跑, 一口氣就走了半天, 就去到雍世那個地方, 唉,又餓又累, 實在沒辦法動, 偉爺見到這樣, 就只好下令就地安逸, 又見到後面沒有追兵追到, 偉爺就下令, 挖造主犯, 想飽餐一頓, 然後就起程, 剛剛煮熟飯, 突然煞聲四起, 吳國大軍追到來了, 原來呢, 那公子乎蓋呢, 一直都跟著, 還沒追到實, 他見到偉爺下令安逸, 他又不來供住, 見到偉爺下令煮飯, 好, 他等到那些飯煮熟了, 然後突然間供上來, 唉, 楚國軍隊這回, 已經好像驚弓之鳥, 一聽到吳國大軍追到, 還顧得吃飯, 連鎊頭都丟了, 走都走不及, 覆蓋的大軍這回連米都省了, 將楚軍煮好的飯菜飽餐一頓, 然後呢, 繼續跟著美追著來, 那些楚國的軍事, 已經餓得不懂得動, 剛才煮好飯, 剛剛想吃, 怎料一口都沒有進口, 煮了給人家吃, 那些人就摘頭摘腦, 就沒有離神器, 走都走不動, 一下子就被吳國的軍馬追到來了, 這一回呢, 不用打, 自相淺, 踏自己, 踩死都不知道踩死了多少, 大將軍韋爺見到情況危急, 就叫兒子韋賢, 帶領人馬衝出去, 他自己來到殿後掩護, 那時候呢, 兵敗如山倒, 又寡不敵眾, 韋爺就被公子附蓋, 一話氣就刺死了, 他兒子韋賢, 也沒有辦法衝出重圍, 唉, 看白這一回呢, 兩父子就同歸於盡, 忽然間, 一路軍馬衝過來, 公子附蓋的只是在打勝仗, 估不到橫橫殺出一支軍馬, 一下子就被他衝亂了陣腳, 都不用怕了, 又不破了陣腳, 一路軍馬衝出一支軍馬衝出一支軍馬衝出的誤會會不會會罵他, 最新的一條燈有, 在最新的外交往的話房房間還會罵他, 不是龍馬衝出一支軍馬衝出大富士嗎? 不是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